南禅寺大殿 像一位老人 慈祥而有温暖 在这里处历千年 等你来到这里 让一切烦恼都变小于凡 慧昌五年 唐武宗灭法 大肆焚毁私愿 而南禅寺 又为何能熄灭于那 南禅寺触地偏僻 甚至周府县志 和福教荆棘 都对他知词未提 就是这样一个低入尘埃 毫无存在感的寺院 却成为了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谁能想到 岌岌无迷 竟能化为保命护身符 护南禅寺留下 这座亚洲最古老的 木结构大殿 和十七尊世间真品 中唐彩素 南禅寺历经千余年 岌岌无迷 千余年风雪洗礼 千余年兵荒马乱 终尼风返盘 现在的南禅寺 不仅闪耀着溢溢光彩 还向世界彰显着 华夏建筑 和彩素的精湛景 听完这位老者的故事 是否 你的烦恼已经烟消云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